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经典的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在我们台湾考古系列里面 这次将大家的目光移进了城市 而不同于以往的在乡下 城市里面的考古 实际上会带来另外的问题 是城市的开发 还有大家的利益 但是对于解冻时间交流上之间 鲜明的一个渊源流长之间的断层 不要让它断掉 也是重要的 但是这两个孰亲孰众 我们有两个来宾来到我们现场 第一位是来自我们科博馆的 区会力器主任 主持人好 全国观众大家好 区会力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人类组主任 曾参与台东碑南遗址挖掘 主持台中安和遗址 蔚来遗址 中兴大学顶桥仔等遗址考古挖掘 另外一位是我们这篇的传书 经典杂志的传书 研究所毕业 台湾光华杂志资深采访编辑 天下杂志资深文稿编辑 位于台中的小莱公园 是以蔚来遗址第一具出土的 未成年人骨小莱所命名 每年九月 关心城市考古的公民团体 会到此为小莱庆生 并提出遗址保护的诉求 随着台中都市开发的脚步 埋藏在都会区底下的史前遗址 陆续被发掘出土 台中目前发现最古老的史前遗址 安和遗址现已盖起豪宅 地处七旗重化区的惠来遗址 则被包夹在商办大楼之下 考古遗址能被视为城市的文化资产 与都市发展共存共融吗 高速开发的台中在移植保存上 又能提供怎样的经验呢 实际上我们过去一系列做了一个 考古的一个报导 这一次将焦点放到的城市的考古 当然你要告诉大家 城市仍然下面埋了很多很棒的东西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重点 告诉大家 我们这一次之所以选择台中 也基于一些重要的理由 一个就是说台中市在两年前 在台中国立科学博物馆的团队的 努力之下 发掘到非常重要的安和路遗址 那它的年代据专家的考证 就是距今四千八百多年前 把台中中部地区 甚至可以说再放在全台湾来看 都是一个我们新时期时代最早期的 这个文化阶段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 大家知道说过去二十年来 其实台中有不断地扩张的这个动力 那当然是因为它是一个发展非常蓬勃 然后人口越聚越多的一个大都会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新的市地重化范围内 发现到说怎么底下有遗址 可是常常都是慢了一步 事后才补救 大家就一直累积教训 那发现说其实我们可以从制度上 怎么样可以设计一套 就是能够事前评估 然后发现重要的文化资产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手段来让它保存 让遗址的保护跟这个开发 尽量能够兼得 那此外更特别的我发现到就是 做这么多报道里面 台中是很少数让我看到说 有公民团体这么热心 这么关心遗址 那他们也在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是啊 报道这一篇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脑袋里面开始 有好多个问题出来 其实我想这个问题就是包括 我们的驱逐人在过一种面临的问题 一模一样 再第一个就是说 当然有个好处就是 你不像其他考古人员 就要去掺风露宿 每次吃饭就要麻烦 交通都一个问题 就在当你们团队来做这个考古项目的时候 在台中这个考古项目的时候 最大的困难点会在哪里 当然一个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 就是因为是在城市 那城市考古碰到的问题 就跟在原来我们就是单纯的 在一个荒郊野外做这样子的挖掘 也是不太一样 为什么因为接触到的就是人 不是只有埋在地下的死人而已 还有住在上面的人 就是一个城市里面的 包括议员 里长还有开发商 那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意见 那这些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是蛮挫折的 因为不同行的人 也要跟他解释什么是考古 是很辛苦的 可是陈如欣怡所说的 我们在台中也看到另外一股力量 就是老百姓其实是很想要有机会 认识这些考古遗址的 那所以我们就 就是咬着牙齿继续往前走 希望说这些东西能够给更多的人 让他有机会认识 了解说台中 它历史可以到五千年来 理论上对嘛 应该有几个会发展的城市 是应该几千年来的传统下来的 所以在台中有这样子的一个 的发掘 让我们觉得 可见台中很早群 就是一个聚落之所在 是 先民们 他们来到了台湾 他会选择住在哪里 因为我要喝水 所以距离河边 不要取水太远 可是也不要太近 为什么半夜台风一来 就是威胁 大水氛滥 所以他一直都在想 到哪里居住 然后他要在哪里耕种 哪里打猎 那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希望说 把台中的这个历史 就是可以五千年 三千年 两千年 一千年 一个很清楚的序列 然后甚至到我们知道的 大家知道明朝清朝 就是这一段的历史都把它连接起来 就会很清楚的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 所谓的小莱公园 在2002年的时候 重画完成之后 开始有一些新的开发案 在工程挖下去的时候 地底下发现 好像是有史全时代的韬片 引起了科不管的好奇心 就公有土地 开始去做考古的探勘 2003年的9月30号 出现了地域剧的人体的遗骸 从台中人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我们的老祖先 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那时候就决定 是不是有没有机会 可以把它做限制保存 一个聚落 可能这块地 你运气好的时候 是 可以挖一些出来 但是它紧定另外一个地号 紧定另外一个房子的下面 像你们在做城市 考古动物都碰到这样的问题 那怎么办 那就是你也不能拆别人的房子 在城市里面 就是像主持人说的 因为就是高楼大厦 结比林立 那像我们在十几年前 就是会来遗址 这就是一个例子 一般来说 在一个没有法律 就是来去保障它的时候 那谁要管这个遗址 那所以当时就是 没有明文规定 可是基本上是开发者付费 那就变成说 建商你既然开发得到了利润 那你是不是拨出一些利润来做 同样的考古的工作 那有些建商他会愿意 你赶快把这些死人骨头 都清到别的地方去 那我这个大楼好卖钱 那有的就不太愿意 因为这是一个两难 因为到底主管机关 他要怎么去 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这些 埋藏在地下的文化财 那欣怡呢 你自己在看这件事情 台中市的这个遗址的保护 是有一个漫长的历程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惠来遗址 是台中市的第一个市定遗址 那当年就是大约在2002年左右 那那个时候整个七级重画区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什么百货公司 还有那个新的市政大楼 都在那儿 然后非常的这个都市丛林这样 可是当年其实从那个空照图来看 根本就是一片树地 那这块地呢就是迟了很多年 一直没有正式动土 所以现在回头看 就是说当年的都市计划 在做的时候 虽然大家都知道说 可能法律上有环境想评估 这些评估 可是没有彻底 而且也没有往地下去了解 所以是对 等到它已经2002年左右的时候 开始动土 那时候才在一个百货公司的 这个停车场下面 意外的发现有陶片 那科博馆立刻去做了一些 视觉评估以后呢 哇不得了了 他们就是现在这个小莱公园呢 当年就是这么小一块 小小的基地上 因为它是属于市政府的底废地 其他的都已经配给私人了 根本没办法动 在那样的一个公有地的视觉 就非常多的成果 出现了三个文化层 然后还有就是很难得的 一些保存状况 还不错的一些人骨 那这都可以后续 做很多的分析 那这个七奇重画区的经验 也就是让大家开始思索 能不能有一套游戏规则 所以曲竹人当时呢 他们科博馆 也都给了很多的建议 也演变到现在 其实有一套 就是大家要遵守的规则 这个其实现在文字法都有规定 那简单讲就是说呢 在已经有调查评估 有遗址的地方 那市政府会画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到底 有没有涵盖到你家 那这个其实都可以查得到 不管上网或打给主管机关 那这个在范围内 只要你是列册遗址 或是指定遗址 你只要有任何开发行为 你在取得执照之前 都必须经过这个主管机关的这个审核 然后呢就是 成如刚刚主任所说 就是开发者付费的原则 你就要付一笔经费 来请这个专家来做你这块地 实际往下的考古视觉 每一个考古的现场 其实都涉及到地方的人 在寻找这个地方自己的致民性 可是很可惜的是 台湾的地方政府并没有配备专业的考古能力 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地方政府 没有这个能力 只能依赖外力 然后依赖外力的结果是 从这些专业团队 科博馆 中研院等等 他们的角色来看 他们要面对的是全国所有很多地方 对他们这个专业的需求 所以他们往往是抢救就抢救不完 请问一下曲主任 在这种地下的勘察怎么看 一般来说像我们一块基地 我们会先做几个点的抽样 看看了解它的地层程序 它是怎么排的 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文化遗物在里面 然后接着以后才会去看说 如果它这个地方已经知道是考古遗址了 那就会跟这个建商说 你要不要换一块地 或是你要不要更改你的设计 就是说假如我这地方 原来要做个游泳池 那就不要这样子 就是换一个方式 或者是像有些文化资产单位 会跟它说 我现在要不要用另外一块地跟你换 像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都可以去沟通协调的 那如果说建商说 我就是要这块地 我就是要在这里 那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抢救考古 把那里的东西 就是文物 通通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叫安和路遗址 十几年前 科博馆座已经调查过 这边有丰富的桃片出土 所以很可能是大片的遗址 所以单元一在开发的时候 就要求文化局 文资处要做试花 附近那个大楼出现了48具人类骨头 当时只有做抢救保存 就是把它挖掘出来以后 然后目前暂时放在科博馆 它的武物已经搬走了 再把它搬回来 然后把这块地指定为市定遗址 然后就是要去启动那个作业 那时候考虑到说 其实这已经会影响到 这个开发者的权益 所以在文资委员会里面 就是有挣扎很久 后来就决定说 其实有一个列册的范围 这个列册范围里面 有一块公有地 就是那个公园 所以我们就先把那个公园 指定为市定遗址 换句话讲 它旁边所有的土地 未来就不是抢救保存了 而是尽可能就会做到限制保存 但是我们想请教一下那个心仪 心想在做这么多的考古遗址 在中部台中所的出土 会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吗 这次跟以前一样 就是都会去 特别去考虑到说 那到底这个地方的 古代的这个气候 地理环境 还有它的水文 怎么去影响这些人群聚落的选择 根据曲主任的介绍 其实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台中盆地 真的是自古就是一个 宜居的地方 台中市现在就是动不动 就拿到那个什么 宜居城市第一名 可是这个就是有很多的 这个前机可循 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很有趣的是 台中市在大渡台地的东侧 那个缓坡上面 就符合史前人类的偏好 就是它是一个高起来的地方 所以它比较干爽 可是它又有这个法子溪流域 经过这个土地的中央贯穿 然后它旁边的这个台地 又可以屏障 可能从西边来的台风 那所以台中加上 我们到现在都知道说 它是中年阳光普照 然后温度也是比较和徐的 大概就是在三四千年前 的这边的聚落 就是非常规模非常大 不是一小撮 表示说它的这个农产丰足 然后它可以去狩猎等等的 所以它可以养活很多人 我们做了一个地图 就是把这个台中盆地里面 现在已知的重要遗址 把它一个一个点出来 竟然发现说 它有一些就是共通性 比如说法子溪流域的东西两岸 就是这样密密麻麻的 然后也看到说 好像在大陆台地的这个山路 不管是东侧或西侧 其实也蛮多的 这就很有趣 如果我们把范围放得比较宏观 就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这个中部的人群 它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的偏好 在法子溪流域的东岸的部分 就是从西大敦遗址到惠来遗址 然后再往南走 就是麻吉堡遗址 翻过这个法子溪 往大渡山的方向 我们这几年有发现了安和遗址 所以法子溪对台中 就是对大台中 甚至就对台湾人去了解 中部平原的过去的身世 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场域 那包括说再进一步研究 它的比如说陶器的行制 那甚至就是说 它的墓葬的这个买法 其实墓葬就是很重要的人的信仰 所以它都有属于我们中部的特色 之前在阅读的时候 发现说其实科博馆非常用心 他们过去办过两档 就是专门做城市考古的 这个专题的展览 其中一个叫古早台中人 那如果说我身为台中人 或我是外地人 我看这个展就会非常有感觉 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在说 我是台湾人或不是台湾人 其实我是台中人意味什么呢 从我们考古就可以看到说 它属于在地的一些特色 我觉得那种记忆经验 历史这样的传承 对一个土地上的 去承载的这些居民来讲 是重要的 那实际上我们刚才还有一个 很有趣的就是 这么多的考古的东西出来 那比方说他们的使用的期许 包括在建树 包括在这些石器之间 在台中这边出来 这些石头的来源等等 有什么样很有趣的发现 我们在发掘的时候 像我们会看到板岩 板岩的建树 那板岩是中央山脉 是啊 那我们就会想 他们是怎么来的 对因为以前的交通 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方便 那另外还有玉 玉是花莲来的 闪玉 对 那像这个我们就会很好奇 它会做成使用的工具 像崩 它也会做成耳环 就是等于装饰品 它知道那个是好东西 那像这个 我们当时就在整个台湾的 这个出现玉的这些考古遗址里面 做比较 所以发现说它北到原山 去山岩 南到墾丁 那西边现在是我们安和一直有 那甚至到澎湖都有 它跨了台湾海峡到澎湖了 那当时的人 就是意思是说 它除了陆运 海运它都可以 这个商人可以这样子去贸易 那甚至在前两年的研究当中 甚至在菲律宾 在这个往南走 它都有 吕宋岛都也有发现同样的玉 那意思就是说 在三千年以前 这个玉商它都可以带着它的玉材 现在就是有的时候 在考古遗址里面 如果有发现 像我们打拨一个这个手环 那它的铲片 那如果说我能够找到这个铲片 就表示它是一个制造的工作场地 那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玉 就是玉的工作者制作玉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说你只要拿来玉材 我在这边做 那我跟你物物交易 那其实如果你从 在安和遗址发现了这个玉 四千八百年 你就可以想到 其实在接近五千年 我们整个台湾岛 那很活泼的 是 我就听你讲了说 原来是我们学艺里面 一定有这种经商的 那可能是五千年 那是DP的台商 就是可以卖一些玉器 到其他地方来做交易的一个情况 再回过来谈说 实际上类似这样历史的一个传承 那我们藉由解密一些时间交囊 让它重现的时候 对台中这样的一个考古 这么多的房子下面的一个隐藏的东西上 你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 因为现在所有的点 还是我刚才看这样排出来 还是属于路上面的 就是非房子下面的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比较更大的一个构想 在台中考古上面 有什么样的企图 能再做更多的解密 是 其实目前台中市知道的 考古遗址大概有两百 四个考古遗址 那它分布在就是海边 就是然后大渡台地 然后进到台中盆地平原 然后往山 山里面走 因为大家知道台中的这个 现在有包括 像离山 这种比较高海拔的地方 大甲溪的中上游地区 那所以其实在这些考古遗址当中 我们想要解密 就是了解说 这么五千年来的一个传承当中 那我们现在最忧心的就是 像怪手 它会破坏 所以我们会 就是有些考古遗址 它到底是有没有紧急的威胁性 那它必须要列册的 必须要列册 因为就像正平礼 新生礼 我们一直在注意它 就是它等于是说之前因为很多农地 现在都卖掉了 然后开始就是建商开始也注意到这一块了 那是不是它在不知不觉之间 它会被瓦掉 那所以呢在有些地方呢 我们就会希望说 因为它也许是就像拼图一样 它也许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一块 透过这些考古遗址 一个点一个点的发掘之后 台中人有机会去建构一个比较线跟面的 我们过去老祖先到底是怎么样跟这个河川 跟大渡山是怎么样的结合生活在一起 所以考古遗址的现场保存 真的是很有机会提供我们更写实的 在那个历史现场 文明现场的这个证据 在谈这个城市考古之间 虽然我在觉得它取得这么容易 我今天早上去考古遗址 然后就顺便上个班 再下来再看一下 然后再回个家 然后再回来 这就变成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地方 那实际上它相对的困难度 在法条跟人的利益之间 这也是在做一个平衡 所以有时候想说 予以熊掌难以得奸 这老祖宗的传承跟现在的商业地益 还是很难来做一个平衡的 那实际上对这个市区的一个重要遗址之间 其我们除了台中之外 你还觉得台湾还有哪些地方 你觉得未来可以去追索下去 后续可能也会想说 也许像台南地区 之前只是针对南科 那其实南部还有蛮多可以值得做的 那之前科博馆也有很多的研究的成果 也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们中部地区 过去文献上略提 叫有一个大渡王国 然后那其实是平衡族 而且它是在我们就是 中部活跃的一个王国 那它接触到这个什么 郑成功王朝 然后到荷兰人 它都有接触 然后它是那么的强盛 那现在过去的文献 已经有考古遗址的出土文物 可以去对应了 包括说他们是不是一个 很像公社型的社会 然后他们是有很强盛的 这样的一个部阻 那这些都是很多的空白 让后续都可以继续去连接的 所以其实是很丰富做不完的 我们希望如此 我一直在觉得说 做考古的意义实际上 让我们晓得过去 我们再三地强调说 如果你不晓得过去 你就看不到你的未来 所以我想这也是给台湾的 所有的观众跟我们的读者了解 我们今年的坚持之所在 谢谢我们的去主任的我们现场 也谢谢我们的心仪 欢迎下周同学今天 去收看我们的经典.tv 经典杂志十月号封面故事 人文风景林军英 游戏是孩子的权利 梦想从游戏开始 林军英的梦想游园地 用玩具创造一座爱的移动城堡 开启孩子的无限可能 我们下期见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